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 我邀请你放下手机 轻轻地闭上双眼 跟随我的声音 进入到故事中 爱情这回事 思维小姐是不太懂的 书上的诗人赞叹爱 他们说 爱是想要触碰却又收回的手 他们又说 爱是不愿被人更改的半行诗 他们说的都很美 只是思维小姐看不明白 思维小姐心里想得很简单 他想要见刺猬先生一面 想知道刺猬先生在哪里 想知道刺猬先生在干嘛 思维小姐心里想得又很固执 想与刺猬先生分享自己的一切 笑也好 哭也好 每一面都愿意让刺猬先生看到 不管刺猬先生喜不喜欢 他就是想把自己全盘拖出 毫不隐瞒 当然 刺猬小姐也很愿意看到 刺猬先生笑 于是 他心甘情愿地跟着刺猬先生 做任何无聊事 如果刺猬先生酿酒 那么他乐意成为葡萄 海风和阳光 如果刺猬先生远行 那他乐意成为 手提箱 帽子 和风尘 那些诗人啊 他们有好多关于爱情的道理 可刺猬小姐有他爱着的刺猬先生 只要和爱的人在一起 懂或不懂 都没有关系 每个人都是爱情的诗人 今晚的故事就到这里 去睡吧 愿你今晚好梦 梦里有糖 我是小睡眠APP 我睡师 祝祺 晚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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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